大家好,我是小米 我们上周的话是开拖拽式房车 去了离家大概车程两个半小时的地方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五月快到中旬 但是有些地方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是挪威中部 它有些地方的话高山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应该是小湖 然后上面的冰还在接着 就是还没有融化 气温的话大概白天的话差五六度左右 然后晚间的话会更低一些 但是也分就是地区吧 你看这边的高山上的积雪就是很少 就基本上没有 但是我刚刚有给大家分享的那边的话 就是积雪非常的多 今天这个视频的话大概有十多分钟 十一分钟吧 这是我们路途当中 然后我拍到的一些云 我觉得挪威就是特别是春天或者是夏天的时候 它这个云的话是特别可拍的 我感觉是这样 就是有看点 你看右上角的那片乌云 它中间有一个像圆圈窟窿似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四十二分 然后外面的话太阳还在高高的挂着 虽然说这边的话是在下雨 但是太阳的话也出来了 还没有落山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将要去住的地方 就是看屏翁 是房车聚集地 这边的山的话我觉得挺有特色的 不是很高 但是挺有特点的吧 你看这个太阳光晚上九点钟了 这是车窗外 房车聚集地 我给大家看一下晚上九点钟的太阳 我这期的视频的话基本上都是没有 没有加滤镜的 就是直接手机拍完之后分享出来的 大家看对面的那片云 其实它是在下雨的 就是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还下了好多 然后我们这个是在搭建那个不是帐篷 就是休息的时候在在里面叫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晚上的话就随便吃了点汤 锅里面桌的是牛肉汤 这个是我朋友家的小孩 在唱歌 在跟我们表演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还戴着帽子穿着小棉袄 晚间的温度可以达到0度左右 甚至是0下1 2度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穿着棉袄 戴着这种棉手套 在挪威人的话就是他们非常喜欢在室外 然后不管是多冷都喜欢在室外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适应的 我觉得那么冷的话还不如在车里面 但是挪威人的话就喜欢在室外坐着 然后这个是我们做的牛肉汤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猜一下这个时间是几点吗 这是将近12点钟 天还没有完全的黑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还可以看到清晰的云 这个是周六的早上 半晚的话下了 就是昨天晚上下了一些雨 小朋友洗澡的话在外面玩 但是还是很冷的 那天的温度大概五六度左右吧 我们当然是在车内吃的早餐 就是我家那位烤的这种 面包 中间的话是配了奶酪 中午的时候天气就放晴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没有用滤镜的这个画面 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 特别是挪威乡村的话 大家如果来挪威的话 真的是要去乡村去看一下 特别是这种房车聚集地 他们都是建造了这种小房子 然后有一个小厨房啊 小客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睡觉的地方 这个不是普通人家住的 这个就是度假用的 这种小房子 这个应该是峡湾 靠近峡湾的这边的 这个峡湾水 我们也叫它海水 对面的话是风车 这个地方的话 鱼还比较少一些 如果要是夏天的话 小孩可以在那边去玩耍呀 或者是游泳都可以的 然后我们开车来到了这个风车的地方 一会儿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周六的早上 挪威就是这样 不管是周末还是平时的工作日 基本上人还是很少的 你都看不到什么人 有的时候我会说挪威的路啊 那种野生的路会比人多一些 虽然说这个风车也没什么好看的 但是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可看的了 这个是我朋友在拆 野菜我也叫不出来它叫什么名字 但是就是说可以吃的 这个是树上的这个小鸟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就拍了下来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鹿 野生的 但是它跑到这个应该是羊圈 那还是什么眷顶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路途当中的 经过的一片小海滩 虽然说沙子不这么好 但是还可以 这个是大石头上 应该是艺术家们画的壁画 就是画的维京时期的人们那种 在海上桌叶时的那种画 这是路过的一个小乡猪 这个在烧什么东西好像是 这个画有点像多肉 但是我不确定 这个是野酒 不是野酒材 是有点像我们东北叫做大脑榜的东西 本来是在这个地方想钓鱼的 但是这地方的鱼非常非常少 然后那个河水比较端极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东北叫的 应该叫做婆婆丁 然后这边的海滩的话 真的是比较青山绿水蓝天 虽然这海滩的一个沙子不是那么细腻 但我觉得看起来的话 也会让人就是心旷神移 比较舒服一些吧 所以我就录了小视频 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我朋友在采 在在剪这个 叫蛤蜊吗 还是叫什么 哎呦忘记了 这是我们国内也有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维京时期的墓地 他们是用石头建造的 然后晚上的时候 我们是吃的这个烧烤 挪威人一到夏天的话 就特别喜欢在野外吃烧烤 然后这个还是那天的那位小朋友 还是在唱那首歌 在阳光明媚的晚上给大家唱一首歌 这个时间的话 大概是晚上七八点钟吧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太阳还是没有下山 这个时节的话就是慢慢的就是急昼了 急昼的话就是没有天黑 然后如果晴天的话 你会看到24小时不落的太阳 具体的就是你想看的话 最好就是去挪威的北部 然后我们的两天假期就结束了 这是我们开车回来的时候 路途当中给大家录的小视频 在视频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有些网友说 你看其他的视频主 视频蛮好的 你应该学习一下 我觉得我就拍我自己的生活的这种 希望大家能喜欢吧 然后以后的话尽量多用相机去拍 把挪威真实的乡村生活介绍给大家 尽量不去添加太多的修饰的画面 就是真实的给大家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吧